民進黨公職人員 週末在大雨中賣力宣獎 國會改革覆議案進入關鍵營收 藍綠白三黨將在週五院會表決見證張 國民黨為了避免場內票數贏人 場外七日輸人 藉了青島東路不分路權 號召支持者聲援 這個青鳥來到現場 企圖要造成現場的混亂 不要怕人會發揮人 只要民進黨不要有任何挑釁的動作 我們相信這絕對都是一個非常平和 在申請陸權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要讓民眾 來做自主的集會遊行 而不是由政黨現在出面 把正江街也包下來 這完全是反民主的一個做法 把所謂衝突的責任 推到民進黨的身上 這就叫做做賊喊抓賊 兩批政治立場衝突的人 在同一條街集會 藍綠護槓出示對方要負責 藍因還嗆 賴清德就任剛滿月 國會就戰於密布 他說的朝野和諧徹底破功 從1月13號投票完畢 到現在不到半年的時間 當家鬧事 只看到賴清德主席 沒有看到賴清德總統 執政黨只會選舉 只要選舉 因為一選舉 就可以把他的執政無能 過去的貪污腐敗的現象 全部蓋過去 不論是民意的反撲 又或者是行政院必須在 至愛男行底下來進行複議 造成原因的都是 藍白兩黨現在的多數國會 過半國會所造成的 綠運反紅是藍白擴權在先 表決結果難以翻盤的情況下 民進黨重走群眾路線 另闢戰場給在野黨壓力 青鳥要對決 好啦 不要叫藍的叫藍鷹啦 那國會改革複議案 藍利宣長大車拼 其實我了解 其實觀眾朋友都看得出來 如果以國民黨來講 他人數優勢 他一定碾壓過關 現在關鍵在民眾黨這巴西 但民眾黨這巴西 這幾天都縮起來喔 所以其實如果透過青鳥的聲音 是不是民眾黨能夠有幾個人 回頭試案 也導致 副議案能夠表決通過 這是一個最好的現象 所以林友昌一講啊 他說連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都認為電視辯論 都知道他錯了 呼籲柯文哲要承認錯誤 民眾黨應該在這一次 新起五的副議案當中 表決投下贊成 你覺得是喊話的嗎 沒有啦 我覺得這中間 國民黨跟民眾黨就是一桿一順 民眾黨希望引領議題 打造空戰的聲量 國民黨希望可以 就是不要被發現 他們不太會立法 所以能模糊焦點就模糊焦點 那下鄉第一場所謂的下鄉 我看謝榮介那一場在台南 也是罵民進黨多於討論法案法條 剛剛說如果青鳥 到現場表達抗議 可以進來充分討論 哪有當時台南的現場 青鳥去舉牌 就被警察驅離 對啊 我記得我看到啊 對啊 很可惜啦 民主討論其實要互相交換意見 這個我是絕對同意的 那我想大家政治也混那麼久了 都是民調專家 可是大家都一人講一半 這樣也很可惜 尤其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其實是這樣 還記不記得最早的版本是 你是否支持國會改革 絕大多數同意 沒什麼人不同意 那這一次又一個版本 你是否支持行政院副議 又是絕大多數同意 少數不同意 然後呢 這個國會改革 大家都同意的情況下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民調下降 下降甚至是腰斬下降十幾帕 所以你綜合這些數字就得到一個結論嘛 台灣比較支持什麼 支持民眾 民進黨版本的國會改革方案 就一句話講完了 所以國會改革四個字 就是一個光鮮亮麗的名詞 所以接下來 各位那個 我就把當時我在 我參加這個所謂青鳥行動的演講 搬到電視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國會改革這個字就跟減肥一樣 沒有人不要的啦 對啊 民進黨也說要改革 這個也沒有什麼歧視 身高體重的問題 瘦子也會想要減肥 建美先生也還會追求體脂率 減肥這個就是很中性的名詞 因為肥胖是疾病 那國會改革好不好 當然好啊 改革就是要掃除弊病嘛 官員不能說謊嘛 權力不能獨攬嘛 這個講都很好講嘛 問題是國民黨的就不是啊 國民黨的話舌天主嘛 多了一個藐視國會罪 他是藐視質詢罪 全世界第一個唯一一個只有這樣子 再來他把人民無限擴張 還可以開罰單 然後把總統國情報告也跑進來 把監察院的職權也跑進來 弄一弄你以為是國會改革 其實國會根本沒有改革 改的都是別人嘛 所以這個邏輯很簡單 今天我如果要減肥 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要節食 我自己不吃糖 我自己不喝飲料 我自己早睡早起 我自己規律運動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改革我自己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嘛 可是國會改革 是把監察院弄進來 總統弄進來 行政院弄進來 老百姓也弄進來 這個不叫改革 這個叫交談嘛 你要減肥你自己的事情 什麼好 文雄你早上要叫我起床 晚真你要陪我運動 小方姐你要控制我的飲食 然後委員你要幫我做飯 這哪是改革 這個是在交談我們現場所有的人嘛 搞一個國會改革案 全台灣被你拖下水 這個哪叫國會改革 所以回到原本的這個初衷 如果你要做國會改革 給你來歡迎觀眾 好的 改你自己就好 如果你想要跟行政院互相制衡 大家講道理 現在的質詢台 就是全台灣最適合延遲交鋒的地方 可是你要去做言論限制說 你可以講什麼不能講什麼 你的機密有主席決定 你要備詢不備詢 請不請律師有主席決定 那就是立法院獨大 這個不叫國會改革 這個叫做國會貪吃 國會這個貪欲 獨大 所以這個就不叫國會改革 這幾次的民調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就算當時清鳥行動剛上街 藍白碾壓多數 民進黨這個民調不到40 全台灣都告訴你 我們支持國會改革 但問題是我們不支持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國會改革 到現在我們支持行政院的副議 然後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的那個民調 持續下探 再再都顯示一件事情 我們支持改革 但絕對不能讓你胡說八道 委員許曉信說 這個支持民進黨都是伴授人 一言一水公 如果這次清鳥對決藍鷹的過程當中 起衝突的話 民進黨你要自己負責任 許曉信的意思是這樣 柏維委員你怎麼看 不是你啊 你講 委員 不是你啦 你啦 徐曉信說伴授人 你不要說 沒有啦 徐曉信講什麼 我們就給他打個問號就好了 徐曉信最大的問題就是貼標籤嘛 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是想要跟我們正式的 認真的討論那個國會改革的法律內容的話 我們來討論嘛 徐曉信到今天有發表過國會改革的討論內容嗎 沒有嘛 沒有嘛 徐曉信自己深陷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貼到幾大案了 五大案 七大案 剩下有人說十幾案 十五案了嘛 徐曉信他的工作就是國民黨的打手 然後國民黨的元老們呢 也都樂於見到這樣子的人在外面燒殺 掳掠 或者是跟人家這樣子殺紅了眼 但是他的角色就不是用來論述的 徐曉信沒有那個能力跟大家去做說 為什麼國會改革無權分立之重要 為什麼這個東西他要同意或不同意 是否擴權 他沒有那個能力論述的 所以他要強表現的他強表現的方法 跟黃國昌不一樣 黃國昌還可以假裝他是法律學者 雖然他的立的法一直都出自爛造 但是徐曉信他的戰場不是在這裡 他的戰場是在於他的爭議 他的我之前有講過一個這個這個舉例 我們以前在接戲的時候 在在談男女主角 有的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會演 會演 是因為他們特別有流量 特別會做畫面外的新聞 是又搞緋聞了啦 又投資什麼新創了啦 然後哪裡又有爭議了 又賠了多少錢 又賺了多少錢 所以這一些不是他業內的本分 雖然我們知道立法委員的專業 是要論述 是要立法 是要跟這個不同的政黨來做道理的競爭 可是許小新他就不是這一個圈子裡面的人嘛 他是利用這個專業以外的新聞吸引流量的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要求許小新論述 坦白講也對他太嚴格了啦 只是說既然是這樣 你就瞭解到他是做新聞貼標籤的嘛 講人家是伴授人 講人家是什麼 我只能這樣子講啦 許小新的邏輯跟連勝文一樣 就是台灣雖然不能懲罰思想犯啦 但是我打從心裡看不起他們的言論 這個雙方都沒有犯罪 你要說你是中國人我也同意 你要說別人是伴授人 我也都尊重 我知道你們有這些言論思想犯不是罪 但是我只能用同情 我只能用同情 然後而且用非常看不起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言論 我覺得這個才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正常的做法 美姐當時這個立法院提出國會候選法案的時候 一直就有人講說這個案子到時候人數的優勢還是會過 而且當時就講啦 如果你國民兩黨硬要用這個方式通過的話 那乾脆就像王世堅說的 全部就解散國會全面改選 事實應驗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都是因為人數的優勢會一直不斷通過 那通過之後 藍藍的聲音怎麼讓這兩個黨聽得到呢 他們現在就是口水嘛 我先說第一個是吃定人民欺負人民 人民是他們的主人 可是他們是奧奴棋主 惡奴棋主 祈禱人民頭上來 剛好我聽婉珍講到說 媽媽帶著小baby 媽媽腳下都是水 baby這樣包著 老人家這樣子 那大家幫他撐傘 都淋了雨 其實我聽了 我沒看到那個畫面 可是我自己都想流眼淚 你們這些惡奴 為什麼要讓我們的人民這麼辛苦 剛剛委員說 要扮演扮下鄉去 因為要讓大家都了解 很簡單啊 你們當初為什麼 為什麼任由黃國昌 翁曉玲 傅昆琦三個人 隻手遮天 大家都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沒有討論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呢 到最後一天 前一天晚上媒體還收到哦 民進黨的立委不知道哦 晚上要表決了 七點鐘才放到桌子前面來 難怪國民黨立委 你們舉手的時候 你們知道你們在舉什麼手嗎 不知道 韓國瑜甚至連條文是什麼 都不講 就大家這邊只要國民黨 就舉手舉手 所以今天人民才有這麼辛苦的上街啊 結果你們吃定了人民 還吃定了什麼 吃定了憲法裡頭 總統只有被散被動解散國會權 也就是說國會如果沒有提出不幸任案 那麼總統就沒有辦法解散國會 所以我也非常贊成世間委員所說的嘛 你要不要解散國會嘛 讓最新的民意呈現嘛 讓看看人民接不接受嘛 接不接受藍白聯手之下 國會可以濫權至此 可以架空整個政府 破壞整個憲政體制 包括侵犯的行政權 包括踐踏的司法權 調查權 他可以隨便就把人叫來問 然後呢 可以包括也染指的監察權 他也要行使監察委員調查的權利 然後明明事件都有說 你不可以有這些 這些調查只是輔助的 你要尊重各自人家機關有的權限 他可以無視事件的結果嘛 那現在清鳥 已經十萬人上街頭之前 你們漢南通過三讀 然後現在柯文哲 你要什麼電視辯論 我告訴各位 最好的辯論是什麼 三場我都覺得太少 你就是怎麼樣 那富裕通過 回到委員會去 再討論 每一條直播討論 這樣子我告訴各位 誰的原型都現出來了 這樣就直接最快 最直接嘛 最快嘛 對不對 大家最清楚嘛 沒話說嘛 那我要問大家的是 為什麼過去 民進黨就算是完全執政好了 我請問一下 什麼時候公民需要上街頭 為什麼今天只因為國民黨是多數 加上有個八席 未虎坐倉的民眾黨 黨產條例可以通過 國會這種擴權法案可以通過 一大堆莫名其妙法案可以通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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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 就是因為當初你們悟信的民眾黨 大家悟信的國民黨 結果選出來這樣不孝的政黨 把我們的人民當作奴隸 把他自己當作是國家的主人 祈禱人民的頭上 我們才這樣刮風下雨 日子在地 必須走上街頭 所以拜託 青鳥飛出來 我認為飛的人數夠多的話 文藥搞不好 真的有人就稱病不敢出席了 所以到時候 如果立法院當中的副議案表決 通過的話 退回重新表決 那就是青鳥堅持的民主精神 稍微回來